续谈 原门公案第21 续谈 好 我往下 这个上次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完 诗云还有人见得吗 若无人见得 待老生与辱见看 这个上次我们有提过 他们这个云门中 这个大爵士 他们有这个见得大会 见就是劝勉 他们这个是无可考 当时云门文言 他们是多久开一次见得大会 那见得大会 大家就是公开提出劝勉 其实公开劝勉 是道场存在的 很重要的目的之一 因为我们更性脾气毛病 自己很难改 都要靠同参道友的这个 这个劝勉 若无人见得 待老生与辱见看 好 就这么一个公案 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 好 公案说明 再往下 这个上次也提到 有你欲开堂说法 诗曰 你女家不用开堂 这看起来好像是 瞧不起女性 其实不是瞧不起女性 是因为这个人有问题 你女家不用开堂 好 再往下 你曰 龙女八岁成佛 又这么深 人家那个小女孩八岁就成佛了 我都老尼了 我还不能够登堂弘法吗 怎么有差别待遇吗 然后再往下 诗曰 龙女有十八遍 如与老生事一遍看 这上次我们谈过 这个 谈空老和尚 就在测试他了 你不要 不要随便举例 龙女 人家龙女有十八遍 再往下 变得也 他这次就变了 搞一个神通 给这个 谈空老和尚看 这个老和尚 不但没有夸奖他 还说他是野狐精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续谈 什么是正宗的佛法 我们现在 很多的民众 追求神通 虚之若物 因此 走错路的 非常的多 走错路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今天 就要提醒大家 你不要 这个 这个处处 就是想用神通来解决 你的问题 实际上各位要了解 神通 真的没有办法 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能够解决的层面 必须是 没有卡到 你的因果 一旦卡到你的因果 他就不好瞧 所以我们 这个尼斯 你要登堂说法是可以 可是你不要 专门搞这个神通变化 你搞神通变化 那当然 可能一个月内 你信徒就有超过五百人 都有可能 这个很快 这是民众的想法 可是这不是大圣佛法 所以他禁止他登堂说法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 艳明正深 怎么样艳明正深 修行团体很多 大家真的要 艳明正深 经过严谨的考察 才能够确定 这个修行团体 是不是一个可以 终身学习的地方 或者是应该 赶快跑掉 这个地方 就是要艳明正深 好 往下 能显身通者 未必是大测大悟 可用金刚经的 武空 来艳明正深 其实方法很多 后来我决定 这个演讲的题材 我们采用金刚经的 武空 来艳明正深 其实自古以来 很多的佛门的老和尚 演讲啊 大概一辈子 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讲金刚经 他可能已经讲了三十遍了 门生弟子都说 师父你 你讲三十遍了 你能不能换一个主题 可是金刚经啊 你真的能够参透啊 你真的能够参透啊 大概就能到阿罗汉了啦 一步就让你上去了啦 问题是就是 或者是你参透 你也没做到 所以我们就谈到 这个金刚经啊 他真的是 字数不会太多 可是他是 艳明正深的重点 可以破腰 破斜 用金刚经 足够 我们看一下往下 武空就是我们说的 无我无相 无助无常无法 我们不打算 每个都讲 大概讲一两个 无我无相 就足以 看透 他的真身 是 大彻大悟的 大修行者 还是 妖魔鬼怪 用一些妖术邪术的 就可以 艳明正深了啦 我们艳明正深 很重要 也说起来 也不是艳明别人的正深而已 也艳明一下 自己的修行 有没有偏调 这是一个很 comment 很基础的 佛学课程 又讲到金刚经了 可是我们觉得 有值得再看 好 往下 好 武空 是构成正宗佛法的 要素之一 我们要 研究这个正宗的佛法 什么是正法眼 正法 这个 这个要素之一就是 你一定要具备武空 如果这个道场 不谈 武空 就谈一些神通变化 这个 或解答困惑 这个就不是正法 各位 可能不能呆啊 这个地方 或者是 可以 去 参访 可是不能 作为终身的 学习的地方 一定少不了 这武空 不能只是 看他那边 可以帮你 这个解惑 问世 这类的 你不能够 只走这条路 武空 好 往下 能到彼岸的人 很少啊 我们如果用金刚经 来验一下 验一下你的真身 能到彼岸的人 真的很少啊 这是一个 很令人感慨的问题 圣经里头也说过嘛 这不只是我们 佛典这么讲 圣经也说 相信的多 得救的少啊 宽敞的大路 走的人多 窄门进去的人少 好 我们再往下 我们先引一段 唐朝的法造大师 他是一个 净土中的大师 他的这个禅师 寄语 欠君修道 莫生称 法中无我亦无人 欲是西方求净土 会是城中不染城 过来看 我们说 道彼岸的人 真的很少啊 第一句话 他就讲啊 我劝你要修道啊 你不要生气 这最直接的解释 就是说啊 真的很多人 你请他 好好的修行啊 他很生气啊 他觉得浪费他的时间 所以这个唐朝 将近一千五百年前 就有这个问题了啦 你劝他修道啊 他很生气啊 他想夺你啊 可是唐朝法造大师 就提醒 劝君修道 你不要生气 因为修道 是救你的命的 请把修这个字 画起来 修 你车子坏了 要修理 家具坏了 要修理 身体坏了 也要去修理嘛 动手术或吃药嘛 为什么 你的心灵坏掉了 不用修理呢 心灵坏掉了 当然要修理啊 可是劝君修道 他就很生气 因为一般众生 要的是财气 九色 明十岁嘛 所以他劝君修道 莫生气 这直接解释是最简单 或者是 他提到 你在修道的过程 也可以这么解 劝君啊 你在修行当中 千万不要生气 生撑嘛 各位 火烧功德林 各位 你看一下 你自己的脾气 大不大 如果你的脾气 很大 我可以跟你讲 你今生 恐怕无法到彼岸 你单单 这个脾气大 就火烧功德林了啦 你要到彼岸 的几率很低哦 你一定要设法 降服你的坏脾气 一句话就生气的人 很多耶 我在职场上 25年 有的人 我一句话都不敢 逆着他的性子 一句都不敢 有的人比较好 可以三句 各位 法造大师的看法就是 你如果 这个脾气很坏 你 你没有办法到彼岸 那怎么对峙你的坏脾气 法中无我亦无人 也就是说 这是破我指嘛 忍我的对立 各位要学习 大悲观世音菩萨 千处祈求 千处印 苦海 常坐 渡人舟 你去成全别人 你就不会生气了嘛 你常常要转换一个心境 不是我成功 才是我成功 不是 如我的意 才叫做如意 如你亲朋好友的意 也是如意啊 如果你常常有这片心 虽然我不能如意 可是如了我亲朋好友的意 你也可以很开心嘛 其实我们佛门都是千处祈求 千处印 这是佛菩萨的基本的得恨 所以破这个大脾气 坏脾气 你可以时常提醒自己 哎呀 有时候顺着我那个朋友的意见 他很开心 我就跟着开心嘛 各位 这个是你修得出来的哦 坏脾气的人 我看80%脾气都不小 有的小孩子就很坏了 你不要惹到他 我如何对付自己的坏脾气 我也用过这个技术 成全别人嘛 一想到 哎呀 反正 现在没有如我的愿 可是如了他的愿 我看他很开心 我就练习自己跟着开心嘛 你这么练习久了以后 你这个坏脾气就渐渐就没有了啦 因为修行到七八十岁 所以劝金修道陌生称 各位 你看那个到七老八十 脾气坏了一塌糊涂 我都不知道 你这辈子在修什么 所以我们学习一下菩萨的精神 今天这件事情 虽然没有如我的愿 可是如他的愿耶 我看他很开心 我就心中装着开心 各位你装久以后 你自己就真开心了 那个话题就顺着他讲嘛 他喜欢讲什么就让他讲嘛 然后你现在很生气 就是你想反正他快乐就好了 各位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可是法道大师提出这个非常重要 各位要提醒大家 你那个坏脾气改不掉啊 你不要讲说你这个脾气大了 很厉害 好像大家不敢惹你 我跟你讲 你会火烧功的灵 你会烧掉你自己 这个真的叫做自焚 欲是西方求净土 会是尘中不染尘 这就是正法嘛 在红尘中不染尘 不就是我们佛门 很重要的基本观念 把它画起来 尘中不染尘 生活中都是红尘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很多不必要的红尘的事情 你不要去惹嘛 我们说不惹红尘嘛 你要先从交朋友的方面做起 那些会把你带到红尘中的人 那种朋友不能太多啊 你应该电话簿打开来 多一点都是大善之事嘛 如果你的那个红尘中的朋友的比例太高了 你当了耳边听的都是红尘中的话 你就没办法到净土了嘛 你看这个法座大师说得很清楚嘛 欲示西方求净土 会是尘中不染尘 赶快再次检讨你的line里头 常对话的人 是不是都是红尘中人 他一定是引导你追求红尘的事嘛 这根本不用讨论 一定是的嘛 那你怎么到西方呢 你到西方求净土 这个正法是告诉你不染尘耶 所以说我们演讲也讲过无数次 除了上班你要赚钱养活嘛 还有家庭的照顾 这个都必要的 其余的诸事不惹红尘 打开电视都是红尘 打开电玩都是红尘 line的朋友都是红尘 你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然后你听了这么多红尘讲的话 再听修道人讲话 你就听不下去了 当然了 因为你就说按照表决嘛 我有100个朋友 99个都是红尘中的 所以表决是99比1 当然了 你就再去交往这些 都是红尘中的人嘛 可是人家法造大师就提醒你了 你要到彼岸你不能这样 各位 这不是我说的 法造大师说的 你红尘一定要淡薄一点 好 再往下 这是佛说无量寿经 浊世恶苦 第三十五 好 佛告弥勒 诸佛国土 天人之内 自然作善 不大为恶 亦可开化 各位 这个佛也跟弥勒菩萨 这个数数苦 我看那么多的佛的国土 或者是天人 二十八成天 或三十三成天 那些诸佛国土的民众 还有诸天的民众 都自然作善 把它画起来 自然作善 不大为恶 也画起来 因此亦可开化 亦可开化 也把它画起来 各位来看一看 这个佛陀 告诉弥勒菩萨 这算是一个诉苦 或是一个心得分享 在诸佛的国土 还有诸天 那边的天人居民 都很自然的会去做善事 很自然的 不太会做坏事的 所以很容易叫化 好 再往下 看看地球就不一样 经我与此世间作佛 他在抱怨 我来这个地球作佛 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 为罪俱苦 画起来 各位来看 我们地球的各位老百姓 你怎么让佛陀 为罪俱苦呢 你怎么让佛陀 觉得是最酷的一个道场 自古很多来度人的大师 都有同样的感受 为罪俱苦 这边人不听你的 不向善 五恶五痛五烧之中 为罪俱苦 我跟你说 我到诸佛国土去弘法 到三四三层天 去弘法 那边的百姓 都很好叫化 可是我来到这个 南沿浮提 作佛 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 为罪俱苦 也就是说 我们地球被封为末世 也是有道理了 或叫末段斑 各位佛陀都有这种感慨 各位知道吗 为罪俱苦 各位有时候想一想 你只排斥修行 是不是让佛陀 很伤心 是不是让佛陀觉得 很辛苦 很痛心 所以他跟弥勒菩萨 说说心里头的话 我们都是世间的居民 各位想想看 您是不是就让佛陀 很伤心的那一个众生 就喜欢五恶五痛五烧 五痛五烧是五恶的后果 五恶的后果就是五痛五烧 五恶是什么 这是五戒 好我们往下看 这个五戒最基本的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酗酒 以佛陀的看法 地球上 根本不把五戒看成一回事 所以佛陀很难教育我们 我们看 这个不偷盗 我们很多 做生意 定价太高 做老板 给的薪水太低 这个都是一种偷盗 各位你知道吗 你不应该定价那么高的 你把定价那么高干嘛 你应该给他高一点的薪水 你给他那么低是干嘛 哪不该拿的钱嘛 你知道佛陀很伤心啊 你们怎么这么多这种人啊 上班鬼混也是在偷钱嘛 对不起你的薪水嘛 上班混啊混啊 混啊混 上班混翻天了 然后去佛寺 佛陀看到你都想躲起来啊 你上班混成这个样子 纳粮喝茶 领薪水 其实佛陀并不喜欢你这样 各位你知道吗 当商人的 卖的物品定价要正常 不要偷工减料 当老板的给人薪水 不要刻薄 不该拿的钱 不要碰 上班不要鬼混 喝茶 上网 没事看 薪水还很高 不邪淫 在两性的舞台上面 根本没有诚恳嘛 一大堆谎话 欺骗人家的感情 玩弄人家的爱情 这叫邪淫嘛 葬事自己长得帅 葬事自己长得美 玩弄爱情 欺骗 泡完就溜了 很多这种人 长得太帅 长得太美 要提醒自己 不要邪淫 不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去玩弄 人与人之间 可贵的爱情 不忘语 这是佛陀 最头痛的一件事 说谎 已经是难言 福提当中的常态 你们要知道 说谎人 头上的光会发抖 任何一个大修行者 就马上看穿 你在说谎 我们地球的一大堆 头的光都在发抖 你知道吗 都在发抖 大修行者 一看你头上的光 就知道你在骗人 可是这种事情 却地球上多得不得了 所以佛陀很伤心 各位你要知道 违反五界 你很难解脱的 各位你有那种 说谎习惯的 我这个演讲 也不晓得 讲了多少遍 你不要再讲谎话了 你讲谎话也就算了 还讲谎话害人 加油添出 明明别人没有这么讲 你就去这么乱讲 你要知道 你旁边的守护神 旁边的鬼使神 在看到你头上的光 就知道 你一面讲一面 在发抖 那光在抖 这就是类似 测谎机的原理 就知道你在说谎 说谎已经遍布 我们的生活了 不要再说谎了 各位 你在毁掉你自己的会命 刚刚法道大师提到 你坏脾气一定要改 这五个当中 我提醒大家 你最要优先改的 就是说谎话 它是扼杀你会命的大杀手 各位要知道 有人讲话 不是讲一两句谎话 他整篇故事都是假的 他头上的光 从第一分钟 抖到第二个小时 他讲两小时都是假话 他就欺负别人 拿不出证据来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你多冒犯守护神 你多冒犯佛菩萨 满口谎话 而且还敢发假事 各位发假事 你知道后果很严重的 我这边特别要提醒大家 所以佛说 在这个地方 为罪惧苦 他很苦 这边很难度 各位佛陀是2600年前的 他那边一大堆人都在说谎 都在骗人 不酗酒 不是说不能喝酒 喝两杯很好 不要变成酒精中毒 泡在这个酒国的世界里头 无法自拔 好 我们请注意到 佛陀就是谈到 我们世间人 五恶 就是这五戒都没有守好 各位你赶快检讨一下 你自己五戒犯了几戒 我们说杀生 我们讲现在吃荤的问题 有时候是不得已 因为营养的问题 我们用人道的电宰 或其他的方式 那有的杀生是真的很残酷 像到畜生道以后 你几乎everyday都要杀生 你为了吃 活生生的把对方吞掉 你就千万不要掉到畜生道 你那个杀业会无敌重 好 我们再往下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很多人就跟你讲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好 往下 有个八十岁的老者说 年轻人你修行 不要太狂热 要顾好自己的前途 对不对 很多老者就这样跟你讲 还可以跟你讲 你看 你看我八十岁 我住的这一层 八十几坪 隔壁那个才三十几坪 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修行者 我存款 起码五千万 隔壁那个靠微博的退休军在生活 那叫大修行者 我们买的车都是一百万两百万的好车 隔壁那个好可怜 买中古车还骑摩托车 也那么老了 年轻的时候太狂热修行了 所以就劝很多的人 你要把精力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前途 他一听就觉得很有道理 其实这个八十岁老子也没有说谎 其实是这样子 他住八十坪各位 隔壁那个才三十坪 他开两百万的车 隔壁那个开中古车 他有五千万以上的存款 隔壁那个靠退休金 这个小康而已 你看 这生活差多少 好 再往下 八十岁老子往生到了奈河桥 就改口了 到奈河桥了 他到奈河 河流的河 又应建有条河叫奈河 奈河桥改口说 往下 年轻人对红尘不要太狂热 也要顾好自己的慧命 为什么 因为这八十岁老子到了湖海之后 到过那河桥发现 房子没了 存款没了 车子都没了 各位到邻界的世界里头 物质界的东西都用不上 那边用得上的就是你的修为 就是你的法力 就隔壁那个 跟他同时到奈河桥 一到奈河桥看 吓死人了 一大堆跪地忏悔的 看隔壁那个 立刻在那边 打坐念佛 或者是持咒 立刻佛光普照 走金桥银桥走上去 哇 好羡慕啊 他赶快跟着 我也祷告 我也赶快选择祷告 持咒 念佛 打坐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被奈河桥卷进去 你现在才想到要 打坐念佛 持咒 祷告 你现在才想到 你不是校隔壁那个 努力一辈子在搞什么修行吗 你到奈河桥你就知道 他一祷告 一持咒 一念佛 一打坐 佛光普照 走金色桥 银色桥 甚至于空中莲花 直接接走了 你那时候就赶快 跟牛头马面说 我错了 我错了 你让我再回去 我一定会好好教育 我的下一代 来不及了 在奈河桥边 一大堆人都说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来不及 那是灵的世界 那物质界的东西 根本没有用 你知道吗 你跟他说 我有五千万 我全部送给你 牛头先生 他说你送给我很好 可是你还是继续过那盒桥 没有用的 在那个地方 就是靠你的修为 你有修为就有法力 你看你在隔壁那个 在奈河桥畔 祷告 念佛 或持咒 或打坐 佛光普照 连佛菩萨都来引渡他 你呢 引渡你的只有 牛头马面和恶鬼 你说我会祷告 地上佛菩萨 我在跪在那边 祷告了半小时 这都祷告三十年 那祷告半小时 修行啊 就是要日积夜累的 我们再往下 各位来看 这个是我们用AI 画出来的 奈河桥 按照一些典籍的记载 奈河桥底下就是 黑压压的无底 无底江 浪涛滔天 鬼哭神嚎 而且在这个无底江底下 都是牛头马面 冤魂恶鬼 你走过去 而且没有栏杆 各位你要看到 没有栏杆 那个水都扑到上面来了 只是AI画出来的 你一定得过 而且你不被卷下去的 几率很低 大概都会被卷下去 有人就说 你们这个就是 自古以来 你们这个修行团体 就是打广告 为了要大家 投入修行团体 所以打这个广告 骗人的 各位 佛陀不会骗人 耶稣不会骗人 真的有地狱 真的有阴间大审判 佛陀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 不会骗你 耶稣不会骗你 真的有 你到那个地方 你就知道了 你还跟他说 我认识总统 但我也走金桥 银桥 谁理你啊 总统 你看总统也在那边 也在那个桥上翻腾 不是当总统 这都一定到彼岸 不是啊 好 再往下来 是有一个动画效果 那个 那河桥就是 一直摇晃 你绝对没有把握走过去 因为那个浪太大了 狂风暴雨 那个桥晃来晃去 你就会跟牛头埋面说 这怎么过 这一定会掉下去啊 他就是希望你掉下去啊 难道他希望你平安地走过去吗 这就奈何情况 各位 佛陀不会骗你 耶稣不会骗你 他们都说过 有阴间 有大审判 好 我们再往下 佛陀无法度你 各位 你那个时候 喊佛都没有用了 没办法度你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佛也太现实了吧 我在那和桥 哭天喊地的 喊的名字 喊的起码半小时 你也不来救我 哎呀 你这个都是 大难临头的时候 才在那边想到 要修行 你在人间 你不是劝大家都 不要太修行吗 你不是劝大家 这样子吗 你跟他说我错了 错就错了嘛 人生都过了嘛 自然会有错 有错的后果嘛 好 再往下 这个是 金刚经大圣正宗分 第三 诸菩萨摩河沙 因如是降伏其心 画起来 降伏其心 各位你为什么 降伏不了 你的红尘的心 为何你降伏不了 你的大脾气 为何你降伏不了 你的我质 为你用的方法不对 你为什么 这个脾气 几十年改不掉 我质这么重 那么爱红尘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 真的降伏其心 要如何降伏其心 这说得很清楚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入 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好 把它画起来 令这个字 还有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也把它画起来 各位 你脾气为什么降伏不了 你我质为什么那么重 为什么 你对财气酒色 明时岁 恋恋不舍 因为 你没有真的降伏你的心 你方法不对 所以我跟你等到八十岁 你都对修行没什么兴趣 那是因为你方法不对 怎么样做 各位 你一定要入 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无于涅槃这四个字 就可以讲是佛性 你一定 我跟你讲 只有一条路 无于涅槃就是佛性 你一定要用佛性 才能灭掉你的坏脾气 火烧功德灵 才能灭掉你的我质分别心 才能灭掉你那个诚心 灭掉你那个妄语 佛陀真的要拜托大家 不要再说谎了 过去我也提醒大家 你在社会上为了保护自己 很多的谎言就算了 一下班就告诉自己 停止说谎 尤其一到道场 一进道场的大门 就告诉自己 不可以再说谎话 你要记得你在说谎的时候 你头上的光都在发抖 无量人天都看得到 你是透明的 你会落入审判 所以 无恶你真的不能犯 尤其说谎已经变成习惯的 为什么你办不到 因为你没有抓对方法 你一定要用佛性 才能够灭掉它 你不用佛性 你用别的方法都灭不掉 比如说你用拜佛的 灭不掉 你只有读经典的 每天都在拜佛很虔诚 每天都在读经典很虔诚 可是你却没有用到佛性 甚至有的就直接找人问事 解决问题 那更没有 更没有降伏其心 那都投机取巧 所以你要灭掉 要灭掉你那些坏毛病 一定要入无欲涅盘 这就是回到我们过去说的 你一定要一念成佛 兼顾这一念 你才能见你的佛性 所以任何修行团体 它只要是正宗的佛法 我们刚刚讲到 不是野狐狸的那个 那个假道场 玩神通的道场 真正的道场 都是要你一念成佛 一念成佛 不是只有叫你一直跪拜 礼佛礼拜各神明 也不是只有叫你一直读经典 我很同意我们要礼佛 我很同意我们要读经典 这都是必要的 可是 如果你医的火候不够 这些没有办法帮你 你要看到这边写得很清楚 我都要众生要 你看令这个字 令 就使它 你这样子无欲涅盘 它没有讲拜佛 或是靠吃灾 吃灾我们也很同意 完全同意 朝圣 都不行 一定要入 无欲涅盘 而且要入 各位 把这个入圈起来 入 一定要入 其实你认真的话 应该一年就能够 踏取到佛性的感觉 可能你就是不认真 你在祷告或是念佛 或是持咒或是打坐的时候 天马行空 胡胡思乱想 真的要命 这佛陀真的 叫大家大哥大姐 拜托你专心祷告 念佛 持咒 祷告 大姐 大哥 为罪俱苦 你们这个地球 我来这边当佛 是为罪俱苦的 谁要这个佛的位置给你 跟弥勒菩萨诉苦 下个就是你 你来 祷告也不专心 也不用心 念佛也是 不认真 打坐也不认真 持咒也不认真 一面 一面看小说 你在嗡什么 你这样子 你当然你到八十岁 都没有成果 所以就劝人家 你不要修行 那个没有用 劝大家不要修行 那个没有用 其实 你真的用心的话 我认为一到两年 你会有很好的感觉 就看你用不用心 而且入这个字 一定要记得 我们不反对 礼佛 拜佛 我们不反对 朝圣 我们不反对 吃灾 我们完全支持 读佛典 那你有一些困难 你去找人家 通灵问世 我们也尊重你 可是你那个都不是 关键因素 正宗的佛法 一定要你入无一虐盘 只有佛性 才能对付你 那个坏得不得了的脾气 好 再往下 如是灭渡 无量无数 无边众生 十无众生 得灭渡者 好 各位来看 佛陀又讲这个 逻辑上很奇怪的 我渡了很多人 其实我没有渡他 但是这样 因为他讲得很清楚 其实我只能另入 我只能够指导你入 佛性 可是你要不要做 我真的没办法 我跟你讲 佛陀一定很乐意 叫你大姐 大哥 please 专注一点 认真一点 不要用一大堆的理由 逃避 佛陀如果叫你大哥 你能够专注地祷告 他一定叫你大哥 你试试看 你叫他叫你爷爷 他都愿意 佛陀何等着慈悲 他能够度托你 让你愿意进 无意虐盘 就很多人 都做那些 如果这个道场 只指导拜佛 朝圣读经 只指导 这类似的行为 或繁畅或什么 只有这些 就不够了 核心要摆对 甚至有的道场 已经开始在夸耀 大师父的神通 那都不对 度你的不是神通 度你的是无鱼虐盘 佛陀这边讲得很清楚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就表示 实际上真的度的 我只是 子月的那只手 真的度重的是你自己 再往下 善知识 这个是六祖谈经这里头 我们讲过的 另外一段 善知识 菩提般若之志 世人本志有知 大家都有佛性 这讲得很清楚 再往下 子缘心迷不能置物 虚假大善知识 世导渐信 这个众生 各位跌到地球上面的众生 真的已经是很末世 很末断斑 他连认识自己的佛性 都无法认识 已经无名到这个程度 所以必须 假大善知识 世导渐信 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你 你真的要修行 你一定要找大善知识 你一定要一起行动 尤其你要授权 你至少找一个最亲密的人 你最尊敬的人 当我在乱发大脾气的时候 这个我最尊敬的人 叫我不要发脾气 我就得听 你一定要跟那个 你最尊敬的人 也许你人间没有最尊敬的人 没有关系 还有要告诉我最尊敬的人 如果你发现我说谎的话 请你骂醒我 我今天就提醒大家 坏脾气 说谎话 是毁掉你毁命的 两个最可怕的毒药 所以你假大善知识 不过有的大善知识 会被你K死 因为你脾气很坏 说你两句 你就把它K到他 看镜子都看不出来是自己 所以你必须要有授权 在你还正常的时候 你要授权 你那个脾气爆发了 那个说谎 成片成片的时候 你要允许大善知识 也许大善知识 是你爸爸也可以 你妈妈也可以 总是在地球人间修行 你总是要找个人 可以帮你叫醒的人 你总得醒来 你不能这么任性 你要醒来 好 往下 这个又是另外一段 十大师见广韶 寄四方四数 也就是说广州 韶州来的四方的官 四马 士大夫 数老百姓 很多人去看惠能大师 这是惠能大师说的 篇集三中听法 就都来听惠能大师说法 于是申作告证约 好 往下 来诸善知识 此事需从自信中起 你看 这就是正宗的佛法 好 再画起来 需从自信中起 所以你选择一个道场 你看看 这个道场重不重视 你见佛性 我们刚刚说 我们不反对礼佛 拜佛 朝圣 我们都不反对 我们支持 吃灾 我们都同意 很支持 如经典 当然支持 你有困难 想去找一些人 通灵问世 指点明经 我们一点也不反对 可是你别忘了 此事需从自信中起 这个道场 什么是一个最正确的道场 他一直把你指向 你自己的佛性 去解脱 你看看 他对世术 世就是那些做官的 术就是老百姓 你一定要见你的佛性 没有人可以救你 佛陀也救不了你 你的佛性才能救你 这就好像一个车子 就这个车子都很完美 其实也没有坏 那你就是没有把它按启动 你没有启动 那谁能救你 根本车子没问题 是你没有启动 那不就启动了吗 人本来成佛 为什么叫本来成佛 那车子本来就没事 你又没有把它启动 不就启动了吗 叫你启动 少骗 我才不启动 你有病啊你 你就不启动 启动佛性就没事了 那必应要找了两条牛 来拉你的轿车 找不到牛就找马 或找拖拉机 你在搞什么 人没有问题 问题在你没有启动佛性 一启动佛性 什么问题都没 那个车子一启动以后 发电机什么都启动 直接跑 所以就是你要从自信中起 你要启动你那个佛性 启动佛性的要点 就是一念成佛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如果这个修行团 也不讲这个 那就不太完整了 我们不说不对 就不太完整 好 再往下 于一切时念念自尽其心 画起来 于一切时念念自尽其心 你生活中不要有太多的 胡思乱想的空档 心中一句佛号到底 或是你希望人生圆满顺利 你可以一段祷告词到底 没事情不要在那边 天马行空 胡思乱想 有的人就是太闲 就在那边批评论断 各位你看人家修行技术 念念一切时 这三个字 看到看清楚 一切时 不是共修时 不是晚上子时 或是白天起床时 是一切时念念自尽其心 他告诉你 你心中那种天马行空 批评论断 胡思乱想 收射掉 我跟你讲 你肯做的话 你搞不好半年 你就尝到佛性的甜头 但你可能会退步 所以要假大善之士 你一退步的时候 请大善之士 骂醒我 按照我的经验 他真的骂你的时候 他还是会被你骂 因为当你不对劲的时候 你的授权书是无效的 所以我很有经验 我从来不相信那个授权书 当你不对劲的时候 反正就少碰你 可是你一定要练习有这个哑量 你看一切时念念自尽其心 你就是太多胡思乱想 整天坐在那边一直批评论断 越想越偏了 别人本来可能只有三分错 被你想到变成七分错 八分错 有没有可能你误会人家 不要只说别人误会你 有没有可能是你误会别人 你看看念念自尽其心 这个修行技术大家要学 而且要自修自行 见自己法身 见自心佛 最后四个字再画起来 自度自戒 都是自己 好 我们来看看这边用的几个字 第一个自己的字 能够圈起来吗 第一行 第二行两个字也把它画起来 第三行的字也画起来 第四行的字 三个字都画起来 你看六祖会人大师 提到几个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段话提了七个字 有人就说 不要去找大师傅 他只会叫你自己要专心的祷告 本来就是这样 怎么办 你看到这边是更多 还不是讲一次 以后大师傅就要讲七次 你自己要专心祷告 你自己要专心祷告 讲七次 念念自尽 自修自行 见自己法身 见自心佛 自度自戒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佛没有办法度你 而你在八十岁 我们刚刚延续那个假设的例子 在八十岁的时光里头 你根本没有自度自戒 你也没有念念自尽 所以八十岁的时光里头 你的心是散乱的 很散乱 所以你到那一河桥边 你祷告怎么会有佛光普照 人家是练习 你看单单第一行 一切实念念自尽其心 你这火候差人家多少 人家当然到奈何桥 一祷告 金色桥也显化 银色桥也显化 甚至于金色莲花 从空中而降 佛菩萨直接把你接走 那就是七个字来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字 各位自我要求一下 不要都怪别人 这是六祖大师所说的 好 再往下 好 另外一个指标 若菩萨由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好 这就是又是 人我众生 你是你 我是我 众生是众生 受者像就表示 你很短视 没有远见 没有跨时光 你都看眼前而已 你不知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吗 你不知道吗 再往下 如来说 有我者 则非有我 而凡夫之人 以为有我 把凡夫画起来 你还在那边 这么重视 我的意志的实现吗 我的想法 我的愿望 我的意见 我 那你是凡夫吗 我们刚刚 一开头就讲 法造大师 提供我们一个技术 你成全别人的愿望 你渐渐练习 尤其从夫妻之间 就可以练习开始 成全对方 反正你们都是夫妻 那当然 坏事就不要成全 在日常生活中 互相成全一下 渐渐你习惯以后 那个脾气就小多了 你看到 对方的愿望实现 照着对方的意识 他也很开心 你也跟着开心嘛 如果你还是 大家那里都是 我我我 我我我我我 那是凡夫嘛 凡夫嘛 各位你检讨一下 你的修行 到如今 可能修行有的 超过十年的 是不是还是满心 都是我我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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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凡夫嘛 你跟左邻右舍 跟楼上楼下有什么差异 跟那些不修行的人 又有什么差异 再往下 真我是佛性的我 不是肉体的我 过去我们都提过 肉体几十年 就变成骨灰了 好 再往下 真我是平等 无分别性的我 没有在那里 我像 我像人像众生像 我是我 你是你 他是他 我像人像众生像 我像人像众生像 当然我像 人 人像众生像 最大的就是我像嘛 很多人都是这样嘛 凡夫嘛 我我我 我我我 都在贯彻自己的想法嘛 切记 让对方如愿嘛 这是对治我治的好办法 好 再往下 若了物平等 便会尊重多元化的思想 不会轻易的批评论断 这个我们都讲过嘛 《大藏经》就是多元化的收入 各种经典 有很多经典的看法是对立的 看起来是矛盾的 但是我们说不是矛盾就是错 因为地球人就充满了矛盾嘛 他用矛盾的点击治疗 矛盾的人嘛 人本来就是很矛盾 你不要说他有矛盾就是错 他矛盾是分别治矛的人和盾的人 你们知道吗 所以只有多元化的思想 不要随便批评论断 这才是真正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再往下 无数者相 要有远见 末期他弱小 看他弱小 觉得他没有价值 就随便把他对待一下 在无尽的轮回道 你不可能永远强大 各位 你们到不了彼岸的都在轮回道 轮回苦海 百千万劫 你不可能永远强大 要有远见 善待缘分 昌天会把这个人 安排 大家相逢 那自是有缘 不要看他弱小 看他今天还没考上 你就认为他永远不会考上 不要这样子 要有远见 甚至于很多事情 你不要马上说不公平 你把时间拉长 从十四二十四来看 你就知道很公平 彼此信任 信任你自己 也信任对方的决策 也许对方真的是 从三四五四来断英国 所以你不要卡在 短浅的时光观念里 现在也都在看眼前而已 要有远见 往下 老人言 白天不亦人 晚上不亦鬼 世人都有灾 世人都有难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莫笑他人穿破衣 各位 这就是无受者相 你今天没有办法 这是阿罗汉 因为你知道你脾气很坏 你知道你说谎成性 你留这两个的 你就告诉你自己 你是轮回道的人 我跟你打包票 你脾气坏成这样 你说谎到这种程度 你可以到阿罗汉 我都不相信 那如果你这两个改不掉 那你是轮回道 请在轮回道 要记得上面所说的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也许三十四之后 你要求他 要不然就到解脱道去 那你就改一改你的坏脾气 改掉你说谎的毛病 我再次强调 脾气这么大 嘴巴说谎成性 绝对是轮回中人 你轮回中人 就记得要积德行善 来世有个好去处 因为你一定有来世 一定在轮回中 再往下 还有一个很神秘的 为什么不要人我之间 分别的那么清楚 因为地府安排 数个肉体 同属一灵 画起来 同属一灵 一生解决多生的恩怨 你要了解 搞不好 在你身边的这十个人 都是你自己 就像一个人 可以控制两只手 对不对 还可以控制两只脚 一个人不是同时就四只吗 也许动物的脚很多 还八只的 所以他同时控制几个肉体 不困难 圆灵办得到 所以你要注意到 这是地府在安排上面 很神秘的一段话 也许你爸爸妈妈 和你三个人是同一个灵 都是你自己 也许更神秘的 今天来你客厅访问的 都是同一个灵 然后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善待你自己 那昌天要如何善待你自己 因为人轮回太多事 要一次解决 很多问题不容易 所以他有时候会这么安排 不是一定会这么安排 但是我们知道 会这么安排 也许夫妻两个就是同一个 灵 就同一个 左手右手无名 左手打右手 右手打左手 看在脑袋就一头昏 那边就自己人也打什么打 左手又在打右手 右手在打左手 左脚踢右脚 右脚踢左脚 你疯了你 在佛陀来看你疯了 你自己打自己 为了避免这个失误 记得善待缘分 苍天会让你们聚在一起 便是有缘 除非有什么天大地大的错 尽量选择饶恕 你饶恕别人 宇宙万灵就同步饶恕你 不要自己打自己 佛陀会非常的伤心 为最艰苦的地方 自己都不爱惜自己 谁来爱惜你 好 再往下 众生从最高成天坠落 我们本来都在极乐世界 最高成天的 结果醉到人间 仍然犯戒 必然继续 坠落 轮回到一路向下 各位 你的下坠趋势 还没有停 为什么 你仍然犯 五恶 把它画起来 罪于人间 三个字 人犯戒 人犯戒 三个字 你都已经从最高成天 掉到红尘这个苦海 还继续犯戒 保证你继续 坠落 你下一次 一定会继续坠落 因为你还在犯五戒 你有没有犯五戒 你摸着良心 讲你最清楚 你有没有火烧功德力 你自己最清楚 必继续坠落 轮回到一路向下 再往下 各位 三三道 三二道 我们现在还在人道 各位看到右上角 一点中方向 我们还在人道 还不算最坏 赶快停止犯戒 否则你会一路向下 不是掉到畜生道 就是掉到恶鬼道 还有更可怕的是 地狱道 而且地狱道很深 还可以到五戒天地狱 还很深 你还可以很有的掉 没关系慢慢来 可以多生累积慢慢掉 一路往下坠 人很容易掉入鬼道 出生道 地狱道 因为你一直犯戒 你没有发现 你没有发现 称恨心多严重 你没有发现 打妄语多严重 好 再往下 各位 还没掉到底 这坠机画面 在里头的一定 鬼哭神嚎的 还没有掉到底 这个坠机还没到底 到底 就惨了 可是现在几乎也没救了 再往下 你的电梯不是下坠吗 还没到底 还在下坠中 再往下 突然下坠怎么办 还没到底的 底还很深的 各位 底还很深 人道下面还有出生道 下面还有恶鬼道 在下面还有地狱道 地狱道 据民间传说 至少还有十八成 你一试掉一成 还没掉完 所以佛陀提到五恶 大家不要再犯戒 尽量避免 我们刚刚说 在职场上 难免不了 保护自己 说些假话 下班了就停止了 尤其到道场 就自我要求 做个干干净净的灵魂 这个继续往下掉 跟你讲 没有止疊 再往下 残师欣赏 唐寒三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六道轮回苦 我们提过 孙子娶祖母 没想到 结婚的是孙子和祖母 牛羊为上座 你家的牛羊变得上座了 六亲锅内主 各位 寒三子不会骗人的 寒三子不会骗你的 寒三子就是文书势力菩萨 再往下 女食母之肉 只打腹皮骨 颠倒出轮回 不食众生肉 寒三子是建议大家 尽量少吃肉 所以我们有一个食灾日 大家练习一下 但现在因为营养的考虑 很多地区也没办法吃素 但是我们就不要养成 好像这个没有肉死 就活不下去 从这一段 寒三子的诗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身份角色会变化的 你会变成 锅里头的食物的 所以这个地方 这叫说 他这里是提到 颠倒出轮回 不食众生肉 他是劝 真的有人吃饭 没有肉活不下去 各位如果你到这个程度 也是败笔 又是五戒中的一个戒 五恶 各位不要到那种程度 所以我们推广食灾日 这是帮助大家 不要太依赖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为了营养的考虑 我们现在也不反对 大家吃荤 用食灾日来搭配 不要让自己 非吃肉 否则活不下去 好 我们今天 谈到这个地方 欢迎订阅 我看你 大家 Alter